北京时间3月28日晚 WTT仍穿冠军赛 南单第一轮 樊振东对阵松岛辉空 最新战爆 樊振东3比0兵不学任 晋级到了16强 比赛打得还是非常快的 松岛辉空一轮游 赛后的他也是很沮丧 不得不说 两人的实力差距比较大 松岛辉空还得练 樊振东是赛会的头号种子 世界排名第二位 松岛辉空是日本的希望之星 世界排名第三十四位 两人此前的唯一一次交手 发生在今年的釜山士兵赛团体赛 当时的樊振东取胜 不过松岛辉空还是给樊振东 制造了不小的威胁 那场比赛 每一局赢得都不轻松 樊振东在上一战的新加坡赛 表现不太理想 单打早早出局 希望他这一战能够找回状态 2007年出生的松岛辉空 是目前南拼同龄段选手中的佼佼者 虽然年纪不大 但他已经打败过张本志和 奥加洛夫 李尚朱等名将 不久前 更是在釜山士兵赛上 与樊振东打得难解难分 虽然最终在1比0领先的情况下 连丢三局被逆转 但他的表现已经足以引起国拼的警惕 在上一战国际比赛 WTT新加坡大满贯赛中 樊振东第二轮就爆冷出局 不敌18岁的队友林诗栋 如今又遇到了16岁的日本小将 能否晋级存在疑问 第一局上来 樊振东迅速进入状态 取得了6比0的梦幻开局 松岛辉空连锥2分 樊振东迅速回进2分 再次拉开分差 樊振东皆发球下网 但樊振东还是轻松 11比5先下一城 大比分1比0领先松岛辉空 第二局 樊振东5比0开局 松岛辉空连锥3分 不过松岛辉空每次刚破进比分 樊振东都能够稳定局面 樊振东顺利10比6 再次拿到了局点 11比6轻松再下一城 大比分2比0领先 第三局 樊振东开局3比0打停松岛辉空 暂停后 樊振东也是比较顺利拿下 大比分3比0横扫了松岛辉空 此外 3月28日晚 乒乓球WTT人川冠军赛 迎来了一场日韩焦点对决 两位华裔小将 张本美和15岁 朱仙熙22岁 在女单首轮爆发遭遇战 结果张本美和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连班三局逆转 淘汰对手晋级16强 父亲张本宇坐镇场外 指导女儿获得胜利 根据千尉 张本美和下一轮的对手 将在国平选手陈梦 与法国小将帕瓦德之间产生 普遍认为前者晋级的概率比较大 所以第二轮有望再次爆发中日对决 张本美和朱仙熙都是海外华人乒乓球运动员中的代表人物 两人都是00后新星 实力均已达到外协会一流水准 其中张本美和已经多次战胜世界冠军 而朱仙熙也有不俗的表现 从技术上看 张本美和的单板质量高 朱仙熙的连续性好 风格截然不同 所以这次比赛关键看 谁能打到自己的套路上 在此之前 两人曾经有过交手 当时是朱仙熙3比2先生 从比分上也能看出相互间的差距不大 而且张本美和后来又有新的进步 本次对决输赢难料 比赛开始后 张本美和率先发球抢攻失误 随后又被朱仙熙变直线牵制 揭发球也不严密 由此而连丢三分 不过张本美和很快便展现出了 更高的胡圈球威胁 强行破防逆转比分 但很快又被反超 随后两人对轰到失评后 张本美和两次错失局点 最终以11比13先丢一局 第二局朱仙熙失误比较多 上来就不断出现落后 根本防不住张本美和的冲击 结果被对方以11比6扳回一城 朱仙熙的风格就是稳重待凶 以稳为主 自己沉不住气的话就很难打 第三局两人的争夺焦点在前三板 谁控制不严谨 就可能给对方制造直接得分的机会 张本美和虽然一度掌握场上的主动权 但手握三个局点后又被追到失评 不过这次他没有再掉链子 而是连得二分以12比10艰难取胜 由此而大比分2比1逆转将朱仙熙逼入绝境 第四局朱仙熙状态不佳 开局连续丢分 较出暂停后也无济于事 最终张本美和以11比8结束战斗 由此而晋级女单16强 坐等陈梦或帕瓦德来战 3月28日 WTT人传冠军赛南单首轮 迎来一场寒拼内战 由张宇珍对阵安宰贤 张宇珍的囚风硬朗 打法凶猛 侧身进攻威力巨大 张宇珍与国平队员比赛 都能打出高水平来 给国平队员制造压力 28岁的张宇珍 世界排名高居第12位 应实力非常强 安宰贤24岁 世界排名第45位 实力相对偏弱一点 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一次 没想到赢得比赛的是安宰贤 近期状态火爆的张宇珍 发挥出了高水平 以3比0横扫了安宰贤 晋级男单16强 第一局安宰贤拿下第一分 张宇珍连得了4分反超比分 张宇珍一个机会球 反而打丢了 两人都喜欢侧身进攻 力量都很大 安宰贤跟着连得了3分 把比分追到4平 两人各得2分后 张宇珍连得了2分 以8比6领先安宰贤 安宰贤接连15 张宇珍以11比7赢下第一局 第二局张宇珍取得4比2的领先 安宰贤打了一个近网的擦网死球 张宇珍望球星探 张宇珍发了一个高质量的球 安宰贤回球出界 安宰贤一个机会球又打飞了 张宇珍保持微弱的优势 在下半局张宇珍连得了4分 以10比5获得局点 安宰贤追了4分 张宇珍叫了暂停 再次比赛 安宰贤发球 两人陷入相持 安宰贤远台出现失误 张宇珍顽强拿下一分拟 以11比9再赢一局 第三局双方战止3平后 安宰贤连得2分取得领先 张宇珍奋力搏杀 连得了4分 以7比5反超安宰贤 张宇珍逐渐拉开分差 以11比6赢下第三局 最终张宇珍以3比0横扫了安宰贤 强势晋级男单16强 张宇珍的实力要强于安宰贤 张宇珍与林云如进行男单1分分决赛 林云如在首轮以3比0横扫了丹麦的哥罗斯 韩国南兵有5人参加男单比赛 他们的比赛全部打完了 除了张宇珍3比0横扫队友安宰贤以外 吴俊成以3比2赢了埃及的阿萨尔 吴俊成与张本智和进行男单1分分决赛 林仲勋3比0赢了新加坡新秀郭勇 林仲勋与马龙进行男单1分分决赛 李尚珠以3比0横扫了加拿大的李元璋 韩国南兵有4人晋级男单16强 唯一被淘汰的球员安宰贤 还是输给了队友 韩国南兵的战绩非常不错了